又传出了校园霸凌的事件 这回是发生在新北市的某一个国中 两天前有一群国三的学生 因为在校园里头赶走了野狗 被高中的学长误以为是在虐待动物拍了下来 还po到网路上 受到委屈的国中学弟妹 竟然是找了大批同学 前往高中部去理论 甚至还动手殴打的学长 过程当中至少有三个高中生受伤 上课不能喝饮料 但这位国三学生竟然大辣辣拿出饮料罐 开始在罐子里解放 这画面让人傻眼但夸张的还在后头 坐在最后排的这名男学生 根本无视于老师还在上课 竟然直接在课堂上做出猥亵的动作 旁边的同学没有制止 竟还用手机全程拍摄大声叫好 我们找你没有出词 我们觉得 原来看你出证 我们好像没有说 你才会有 有没有对啊 不止如此这位男学生 甚至还在教室高举右手开始拔一毛 还笑得很开心 而全班同学却毫不在意继续聊天 我们也会透过一些集会 都会在这部分做一个宣导 那我们也希望说学生 在整个行为上面 因为本身学校是一个受教育的地方 那我们这部分会再加强 这些画面发生的地点 就是国中学弟殴打高中学长的学校 国中学生在教室里 当着数十位同学的面前 做出猥亵动作 自以为搞怪 但这些自拍影片 po上网 让人不禁想问 现在的国中生到底在想什么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导